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很高兴能在一星讲堂跟大家沟通 一星讲堂是专门为中文授课的一个平台 这次的第一堂课我们选择菩提道登论 大家可能会记得前几个月在春季的课程当中 我也曾经提到过希望可以进行一次中文的授课 那么现在终于有机会也有时间可以在这里正式开始我们这次中文的课程 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很有系统的讲课中文讲课是应该是心经的课程 那是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呢 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再安排面对大众的这种系统的中文课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中文还是不够好 尤其是要讲这些比较系统的学术的或者说是比较完整的论课的话呢 我一直都觉得好像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完成 那么前一阵子呢我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段有点类似实验性质的中文小班授课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自己觉得好像效果还不错 觉得自己的这个中文呢得到了一些锻炼 有了一些提高和进步 而且呢就也觉得自己更有一些把握和信心去中文授课 所以呢就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中文课程的安排 加上呢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大家基本上就是很难碰面 所以呢就是逐渐啊这个变成了一种就是网络授课啊 算是逐渐变成了一种趋势和潮流 于是呢就是我就猛声了猛声了呃这样一次就是往通过网络呢进行收课的一种想法 想要借此机会呢就能够系统的去讲一些佛法的内容 而且希望能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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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当然呢,有很多原因,但是呢,主要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以来呢,就是,我接触到很多的人,然后呢,很多,然后呢,我所接触到的很多人当中呢, 尤其是,有些讲中文的这些人当中呢,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好像缺少一些关于佛法,尤其是藏传佛法的,一种非常整体的系统的了解。 有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啊,因为好像在中文里面,这种由前入身的,去非常系统的,教授佛法,尤其是藏传佛法的这种课程,并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这个佛法当中呢,有些,类似这个哲学的内容啊,其实也不是很简单,不是很容易了解。 而我发现呢,就很多人可能会缺少这种对佛法比较完整的,或者说是有步骤的学习和了解。 而对佛教呢,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呢,缺少这种基础的知识。 当然了,有些人是只是缺少,也有些人是属于误解,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了解呢,不太正确,或者说是不太准确。 所以呢,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一心讲堂的这个课程呢,尤其是这次的这个菩提道登论啊, 这次的这个诸作,对于那些,无论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藏传佛教的人,还是入门初学者,还是就是有一些一定基础的那些法友,大家都可以从零开始,系统,有条理, 由前入身的去了解和这个学习藏传佛教。 打好一个非常扎实,而且正确的理论基础。 而且就算是一些对藏传佛教比较有了解,有一些修行,或者说是比较熟悉的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一次更加系统,更加全面,而且呢,更有这个次第和规范的去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希望大家静下心来,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就慢慢的,我们一起就是探讨,一起学习。 那虽然呢,我自己也没有受过这个太多正规的教育啊,我的中文也是,就是小时候就是学了一些中文,但是呢,也没有好好学。 所以呢,我的中文水平也不好。 当然呢,我自己会说一些中文啊,但是呢,也努力在说的更好。 那就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佛法的知识,尤其是一些我认为大家可能会比较需要的,在中文当中比较缺少的一些内容。 或者说是藏传佛法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希望呢,就是通过这种课程呢,能够让大家建立起来一个非常完善、正确的对于佛法的理解和认识。 这样一来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能够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就会觉得非常的幸运和欣慰。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藏传佛法当中的这个论诀呢,或者说是口诀,或者说是这些教言,就孰不胜孰,千千万万。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这个课程当中呢,要就特别选择了这个《菩提道登论》呢,这是为什么呢? 那首先呢,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这个《菩提道登论》呢,是一部最能代表藏传佛教的著作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呢,就是由于这个,他的这个作者,《菩提道登论》的作者,是谁呢? 是阿迪侠尊者。 这个阿迪侠尊者,他是一位这个印度的班智党,一个印度的学者,也是一个高僧。 他可以称为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印度的高僧,也就是一个学者。 比如说莲花生大师,他对这个藏传佛教的影响和贡献,也是无人能及的。 但是呢,他并没有留下来,像这个《菩提道登论》这样的一部著作。 当然呢,阿迪侠尊者呢,他也撰写了很多其他的论点,不只是这个《菩提道登论》。 但是呢,最根本,最核心,或者说是最完整的一部著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菩提道登论》。 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菩提道登论》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一部,它就是一个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一部论点。 首先呢,就是他的作者,就是阿迪侠尊者,他是嘎丹派的祖师。 那么,嘎丹派又是最早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宗派之一。 他是比嘎举,格鲁,嘎举,撒迦派,格鲁派,撒迦派,格鲁派等等的这些大宗派,都要早期的一个宗派。 所以说,登论是从一个非常概括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在现在的很多宗派形成之前,就问世的一部著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现在的无论是四大教派也好,或者说是其他各个教派当中,它是一部非常公认的,非常有权威性的一部著作。 比方来说的话呢,也许比如说,就是一些格鲁派的论主啊,可能其他的宗派不可能完全就认同,可能并不会完全认同。 但是呢,这个登论呢,是几乎每一个教派都会承认和接收的这么一个著作。 根据这个格鲁派的祖师,格鲁派的创始人,也就是宗派巴大师,他所这个撰写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 就是他提到了这个登论啊,就是登论的这个重要性,他认为啊,这个登论是阿底下尊者的其他著作里面啊,就是比起其他著作的话,就这个登论是更为重要。 啊,他觉得这个登论是最根本,最出胜,而且是最完整的一部。 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宗派巴大师呢,就是他提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他说这个菩提道登论是这个闲密这个运设啊。 这个普遍来说的话,就很多论点都是这个讲述,比方说这个大乘教医啊,或者说密乘教医啊,或者说密乘教医等等啊,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论处啊。 啊,如果他属于他属于贤宗的话,只讲贤宗,属于密乘的话,就只讲密乘,但是这个登论是不一样的。 其他,他跟其他就,他不仅仅是就是,就是他也没有针对性的就讲,只讲贤宗,或者说只讲密乘,他不是这样。 他,他就是不仅同时涵盖了这个贤密二乘的内容,而且呢,就包括了这个小乘,大乘,密乘,三乘的这种内容。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应该知道啊,在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藏传佛教,马上就联想到密乘,密乘,密乘,或者很多人觉得啊,藏传佛教基本上都是关于密乘的内容啊,也就是说所谓的修密。 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的,藏传佛教呢,就不仅仅是修密,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密宗,实际上呢,他就是三寸多涵盖,三寸多包含在里面。 比如说在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佛学院里面啊,都需要系统的,完成的去,完整的去学习,无不大论。 那么这个无不大论里面讲的呢,纯粹是显乘的内容,就几乎没有什么密乘的内容。 那显,然而这显乘也不仅仅是包括了这些大乘,而且包含了这个小乘的教法,像阿比达,阿摩尼亚的,都要学习。 所以呢,有些人认为啊,藏传佛教不包括啊,这个小乘,啊,或者说是藏传佛教只修密,密法,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其实呢,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寺院当中啊,啊,这种需要系统,完整,次第的去学习啊,类似无不大论这样的佛教理论的这种,啊,教育系统。 在整个佛教当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说,要学习藏传佛教,啊,绝对不仅仅是要专注于学习密秤,密宗。 也不仅仅是要学习这种大乘的教法,啊,而是小乘,大乘,密乘,三乘的法教,啊,都需要去了解,学习,和修习。 这就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独特的,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啊,它的这个独特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我们回到这个登论啊,登论就是这样一步,涵盖了闲密,啊,涵盖了,啊,大小秤的这样的一个论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阿迪西亚尊主人认为,啊,他自己,他认为,作为一名学佛的一个修行者,三乘都是必须要去学习的,包括小乘,啊,也是必须要学习的。 只要是佛法,啊,一名这个,作为一名修行人来说的话,没有一个是要,我们不需要学习,啊, 扔掉的,啊,去,要舍弃的,没有,都是应该去学习和实践的。 因为这三乘之间是,啊,互相,啊, 不足啊,或者说是,啊,相不相成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啊,某一种教法是,啊,就是说独立存在,啊,你学了这个大乘,啊,就不用去学习小乘,或者其他的这些法教,并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啊, 宗喀布大师的,就是,啊,他觉得这个灯论是,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啊, 阿里西亚尊者的这个著作里面,啊,最根本和最完整的,啊,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呢,他觉得是,就是,调伏自新为要。 宗喀布大师认为呢,这个灯论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就是,灯论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它的主旨,是在于调伏我们自己的内心, 也就是说,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进步我们,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呃, 呃,精神的内心的一种,就是说,一个,啊,一个状态。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灯论是,以这个调伏自新为,这个根据和宗旨而撰写的一部主族。 我们都知道,啊,有些,就是佛教的论主,啊,他是非常有,就是,学术性的,啊,理论性的。 他的主要的内容并不是直接的去讲说如何做到调伏心心,或者如何去修心,修自己的心,呃,修炼你的心,而是用一种学术的方式去阐述。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就可能就比较难懂,或者说是很难去应用。 但是呢,灯论虽然说它就是一部论点,但是呢,它是比较直接的语言,告诉我们如何去调伏自新。 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入门或者初学者来说的话呢,就更加的容易学习,掌握和理解,也更实用而更实在。 但是呢,但是呢,如果是一部纯理论或者说是纯学术的这个著作的话呢,那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的实用啊。 啊,很难就是一下子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是灯论啊,尤其非常适合我们这些现代的这个人来说,人来学习的啊,就非常适合。 因为它不仅是因为它不仅是因为它不仅是因为它不仅涵盖了涵盖的面积很广,而且是特别以这个调伏自新为主,主旨。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个内容呢,是呃,就是更容易就操作和这个实修。 那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原因呢,这个第三个原因呢,是这个菩提大登论当中呢,这个圣身界啊,派根广大型派,或者用另外一个预言来说的话,就是中观和维士派啊。 这个菩提大登论当中呢,这个菩提大登论当中呢,就包含了这个,不只是包含,就是刚刚已经说了显密的内容啊,大小秤的这种内容。 而且不仅如此啊,阿底下尊者呢,就是将这个圣身建派跟广大型派,或者说是这个中观派跟维士派,就是大乘的两个宗派啊,主流思想的就是两个宗派。 这两部的内容都结合到了一起,都归纳在了这个登论里面。 不仅如此啊,阿底下尊者呢,他自己的上师当中,他自己的这个老师里面呢,有一些是精通中观的老师。 有一些是精通为士的老师,所以呢,他从,他把这些精通中观的上师的,从那边得到的口诀,这个精通为士上师里面得到的口诀,都融合在了一起。 都写在了这个登论里面。 所以说是登论是一部非常具有,就是非常广大的包容性。 这两个这个大乘的主流思想都融合在一起。 而且是非常普遍性,内容很丰富,然后就很完整。 而且又绘解了所有修行的,就是大小乘的这种修行的要点和关键,关键点。 所以呢,这样的一部著作呢,就是它是非常的就是与众不同,非常的就是舒适。 嗯,所以呢,以上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讲了,为什么登论在阿底下尊者的许多著作当中呢,最为根本和完整。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讲解一下,相对于其他的这个论点,不仅仅是阿底下尊者所写的这些论点。 啊,这里是说所有藏传佛教的论点,或者说是所有的这些佛法的就是论主当中啊,啊,他也是与众不同的。 为什么呢? 登论,为什么说登论这么的就是与众不同呢?啊,这个宗喀布大师呢,在这个广论当中呢,总结了四个原因。 所以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说明一下,啊,就是这四个原因。 然后呢,这四个原因呢,就是它第一个原因呢,叫做什么呢? 就是通达一切圣教不为书胜。 那什么叫做通达一切圣教不为书胜呢? 啊,在登论和其他的论点比起来的话,格外重要和这个书胜的原因。 或者说是它就是,呃,有独有的特点,啊,就四个吧。 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那,那第一个这个原因呢,是简单来说的话呢,它就是说, 它能够使我们了解和通达所有的圣教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互相矛盾的,都不是互相这个抵触,或者违背的。 原先,具体来说是,呃,具体来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里提到这个圣教啊, 这个圣教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教,其实这个藏文的原文当中呢,就并没有这个圣这个字啊, 啊,但是呢,它指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或者法教 那么这里的圣教指的就是佛陀的法教 法教指的是 这里的法教指的是什么呢 那些想要证得解脱的 无论是就是人也好天也好 反正就是无论任何众生 想要解脱的那些众生 他们应该要知道 应该要断除 应该要宪政 应该要学习的所有内容 然后呢没有错误的 没有颠倒 也就是完全正确 准确地把它讲出来的法 换句话来说就是佛陀所讲说的法 这就是圣教 当然接下来就是不为 这个不为是什么意思呢 不为呢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 互相之间不矛盾 不违和 不违背 不抵触 有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了解佛陀所讲的这些法教 无论是大小乘任何一种法教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 如何成佛的一种方法 总的来说的话呢 就是有些佛陀所讲的法是属于比较基础根本 或者说是比较核心的内容 而是有些法教呢 是起到这个补足或者补充和补助的作用 无论怎么说的都是我们要 就是说 你想要成佛的话 这些方法都得学 都得修习 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个菩萨来说的话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或者他的愿望是 能够帮助和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呢 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他需要去设受不同种姓和不同根基的对象 无论是大乘种姓的众生 或者是声闻种姓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众生 当然呢 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种姓呢 并不是说这个印度的阶级中的这种种姓啊 我们说的是佛法中的这种 可能就是说精神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境界 或者不同的根基 所以呢 作为一名要普度众生的菩萨 他是要去利益一切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众生的 而不应该只是去设受那些大乘种姓的众生 所以呢 就作为一个菩萨来说的话 需要做到应激世教 从而去满足不同众生的需求和情况 所以说大乘菩萨不仅要度化大乘种姓的众生 同时也要去度化小乘种姓的众生 那么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想要做一名菩萨 要必须要了解三乘所有的法教 也就是说了知了解三乘法教 是这位菩萨能够实现自己度化众生的目标的最关键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和途径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觉得自己是大乘的弟子 或者大乘的修行者 就觉得不需要去学习这些小乘的经典 就看不起小乘的法教 这样是不对的 之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小看或者贬低小乘的想法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认为大乘小乘之间是互相违背的 或者说是两者之间是不相容 互相抵触的 所以就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圣教不为 这个不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大乘小乘之间不是互相矛盾的 矛盾的或者不相容的 两者之间实际上是非常的相互契合 是我们必须去学习和羞耻的 比如说一般我们来说 就是说想要修习大乘佛法的话 想要进入大乘法门的话 就是两部分内容 就是有两部分都是就是说要怎么去入门呢 就他学习的这个着手点就有两种 一个就是说一部分的是共的部分 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跟小乘共同的部分 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说小乘的法教都是作为这个大乘的修行人 应该要去学习修行 那当然了 其中有一小部分 比如说什么独自 吉尽敬乐 而这样的一小部分可能就不太需要之外呢 其他的都要学习 总之呢 就是说小乘的内容 也都是大乘的弟子需要去学习 可能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一种修行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不共 不共就是说小乘不需要学习 而大乘修行 修行人必须要学习的一些内容 他跟大乘是不会就是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就是小乘是没有太多关系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就是说想要进入大乘的法门 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和修行 大乘法教 同时呢 也要学习小乘的法教 所以呢 就是这个阿迪夏尊者的这个弟子 也就是一个改当派的一个祖师 他叫Dromdenba Dromdenba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能知以四方道 奢侈一切圣教者 为我施掌 这个话是在广论当中也提到 当然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四方道 这个翻译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这个藏文当中呢 其实它是对完整的法的一种形容和比喻 有点像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形的 四四方方的这种方形一样 是非常完整的 全面的意思 也就是说 包含 小乘大乘 密乘三乘 完整法教的意思 那么呢 Dromdenba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句话来 就是说赞颂 或者说赞美自己的上师呢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 能够做到完整 全面的去了解和通道三乘所有法教 去学习和修行一切的佛法 这样的人 就是我的上师 也就是说 我阿迪夏尊者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阿迪夏尊者 他在印度的时候 也是 就是不同的宗派 在佛教里面 不同的宗派 都公认的 而且是大家都尊重的 这么一个就是高僧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印度啊 就是这个大乘小乘之间 也有很多 就是也有不合的 一种情况 那小乘里面也有很多部派 什么有部啊 大中部啊 什么的 他们之前 之间也不是特别就是承认啊 不是特别尊敬啊 一直都有 一直都冒 矛盾嘛 所以呢 但是呢 对阿迪夏尊者来说的话 他是非常的就是说 对大家都尊重啊 他就不分 就是什么三重啊 不分 这些部派 他都尊重 所有的人 所以呢 大家也 非常的尊重他 非常的恭敬他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可能就是阿迪夏尊者的一个 他 就是 个人的一种魅力 或者个人的一种 就是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大乘小乘啊 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 学习通达的 啊 我们了解 学习通达之后呢 我们才会发现啊 其实他们之间 不是互相违背 或者说是 就是 互相抵触的 那么这个菩提大登论啊 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涵盖了 就是涵盖和讲和说了 那讲说了 对 讲说了 这个三重所有的这种 样语和重点 所以呢 他是特别的殊胜 特别的与众不同 所以呢 我们应该去学习 嗯 好好地去学习 而且呢 要学会 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 互相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互相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互相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互相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 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内外疾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师祖法 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睦福恩 现场无法离牌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 亡者回向 立刻登记毛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百分之一 我不回家 已经很久了 却经常收到来信 问我 何时回去 老公 孩子,近况如何? 离别甚久,如隔伤身,思念怯怯。 昨夜,舞台起风雨, 今日,轻皱生凉, 百草寒芳,想来你在他乡,备受酷暑。 安否,安否,何日归来,清凉肺腑。 天气炎热,却已习惯,凉尘美景繁华漫天。 我还想再看看。 去日匆匆,舞台已冰封千里。 见你总不回复,想必太忙了吧。 但也无妨,我等你,何知千载万载。 记得上古之时,我初来舞台,也是白雪吉山,天地残济。 我与一万菩萨,对坐悬谈。 想着佛法如此精妙,直断人,生死苦海。 却不能说给你听,总觉突然。 于是,我心凡差,说妙法,画品语,读众生。 只为找到你,令你觉悟。 我蹉跚半生,行遍世间路。 我蹉跎半生,行遍世间路。 我心,你已辗转轮轮回许多事。 这百年岁月,竟如刹那语焉。 我数次提笔,又放下,不知从何说起。 这轮回的游戏,你可尽兴了。 何来尽兴,尽是血泪斑斑。 回首来尽路,我拼搏又挣扎,喧嚣又孤寂。 心中徒留一片狼藉。 这轮回的酸心,不忍道,不忍闻,不忍在思议。 这世界没有一丝一毫是可以皈依的。 我们自己造的业所产生的网络的一个世界。 所以完全的要皈依在这个清净无然,不生不灭的世界。 听闻你受苦,我已伤痛极了。 现象世界虚幻不实,又重苦逼迫。 我常说,不惹空性,就是为了让你从痛苦中,超脱出来。 全之右旋,十难解了。 不急,不急,先来陪福,福增而会开,皆是自然明了。 那我们在这里做义工,这就是修福报,消业障。 福到一定的量上,才会开智慧。 福跟智慧的关系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 大家要想见到文殊菩萨,也要有雄厚的福报的基础。 在这个修福的过程当中,再去开发我们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来舞台上最根本的目的。 做了多少年,不退不转后来,目然回首。 在灯火阑珊处,就会绝乎我们的心性是什么。 如辱不动的佛性。 然后自己就会泪水疏然而下,回头如意。 当你生命超于磁的时候,你恍然之间你就会觉得,我在舞台山。 然后这个舞台山,就不仅仅只是旅游者心中的舞台山。 而是你的心在般若空性的,在文殊菩萨的金色界的舞台山。 如果不是因为您,我如何能明了自己是离家已久的漂泊者。 如果有超越时空的洞见,才会发现今世与您的相逢。 是轮回中最圆满,最温馨的机遇。 事实上,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从没有分开过。 如果你迷路了。 走丢了。 。 不论历经多少事,我都会把你找回来。 中间病人的情况。 尖着你的手,灵溺到轮回的出口。 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佛 但是文殊菩萨还住在这个人间 我们能来见文殊菩萨 这个是文殊菩萨多大的慈悲啊 我爱智慧 文殊菩萨 我爱你 你是我精心呵护的小菩提树 我用甘露浇灌你生命的根牙 我会一直陪伴着你成长 直到你瞧目参天 清风拂过 演出无量 妙法 隐生 我再次等待 那万劫轮回的游子 我在此等待 那万劫轮回苦海的游子 休息一会儿 我还уз不出发 哈哈 雅 qui 失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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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